我們進到簡報第二呢 先跟老師分享一下 老師有沒有覺得我們叫滑鼠比較肥一點 比較大隻一點對不對 這個呢 因為其實說真的 同學都沒有問題 是老師有問題 現在老師眼睛都快不行了 因為看太多螢幕了 所以 有些時候呢 您需要比較大滑鼠 那教學上也方便 就是您也看得清楚嘛 那所以呢 在Windows 10之後 其實我們都有這樣的功能 您可以到哪裡 可以到這個 開始這邊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 叫做控制台 設定 您點進來 您可以找到這裡有一個裝置 在裝置這裡 點下去 在左手邊 您會看到一個滑鼠 針對滑鼠這一邊呢 在上面這裡 有一個叫做 調整滑鼠與游標大小 因為以前我們都是用下面這一種去調整 你看我先用傳統的給你看 以前是不是都用這種調整 可是它再怎麼大 就是不夠大 所以呢 我們現在敢用的齁 如果您電腦有更新 到Windows 10應該都有這個功能 按下去 有沒有這裡可以調整 您可以自行選擇要多大 最大到這麼大 那麼 再來就是說 預設我們是這一種顏色的 對不對 您如果覺得說 有需要換個顏色 你可以自己再挑其他的顏色 這樣可能就是在您的教學過程 或者甚至怎麼樣 因為今年大家已經經歷過疫情了 是不是 以前 錄影 或是 我們講的這個教學 線上的教學 可能您只是選項之一 現在是什麼 必備條件了 對不對 所以說您如果在教學的時候 我也可以把它變得比較大實一點 這樣看的是不是就更清楚 尤其在螢幕比較小的時候 您可以看得到 那這個呢 就是第一個先跟老師分享一下的 您可以游標的部分 可以把它變得比較清楚一點 那第二個呢 也因為 可能是教學現場 可能也是遠距的 甚至以後 搞不好老師有機會怎麼樣 部分同學在線上 部分同學在教室 有沒有可能是混合的 那你怎麼樣去做一個互動 那右手邊這一個呢 這個也很好用 就是 衝人的 哈哈哈哈 欸來來來來來 我跟 義生那邊 先跟 他要的 我們今天 有報名參加的名單 在這裡 有沒有老師的名字 沒有在上面 有同學的名字 沒有在上面 我們按看看 這樣有沒有感覺 下午精神都來了 哈哈哈哈 對不對 哦 看起來應該是 品真同學 哈哈哈哈 品真有來嗎 哦 這樣你會不會 感覺比較有存在感 哈哈哈哈 這樣了解意思齁 那當然您可以決定 要不要重 就是要不要重複啦 沒有抽過我就不重複 甚至可以怎麼樣 我們改變一下 這裡 我們如果抽到了 可不可以把同學名字叫出來 直接唸出來 這樣可能Fu更有一點 好我們再看一下 哦 這應該是老師啦 哈哈 哎呀 這樣可以接受齁 哈哈哈哈 有沒有 就是說 當然這不是只有名字 你也可以出題啊 或者是用圖片 都OK喔 所以這個呢 您可以看一下 就是 您如果在我們簡報 下面這邊就直接打開 那我的教學文章在這裡 好 那麼您看我把它先 點過來 您看到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這些都是文字的 您可以直接把同學名單 就貼進來 那麼 如果說您覺得說 嗯 我想要怎麼樣 照順序 那麼您按下去這個分類 它就會依照順序 只是呢 您要留意一下 它基本上就按照數字或英文 所以如果說 像我們中文 它就比較沒辦法 所以可能如果您真的要名字 照順序 也許您把那個號碼 加進來 0102或APC 這樣也可以 那有些同學說 這樣不公平 我老師排在 剛剛老師的後面 呵呵 您可以按一下 打亂 也沒有隨機 對不對 我就 混亂一下 這樣子也可以 那我們來看喔 如果 你想要用圖片 也可以的 點到這裡 您找到看看有什麼圖片 哇 這裡沒有圖片 呵呵 在這桃園校區的圖片 我們就把它存起來 那您可以一次多張 不一定也要一次一張 我今天有多張的 點到按右鍵 另存 好 這是我們這邊的 對不對 那你看 我們在這裡 添加圖片 我就直接找到 剛剛桌面 有沒有一張 兩張 所以老師不要那麼辛苦 一次放進來 有沒有看到下面出來了 那如果說您覺得圖片還要再做說明 也可以喔 因為呢 這個 比如說這是桃園校區 有沒有疊在上面的 對不對 所以您也不見得選項要多 那我就這樣疊上去 是效果就很好了 我們就可以像這樣去做 所以 這個是它的一個優點 那再來就是說 它也可以很客製化 那麼您看 有沒有感覺我還蠻認真 上面有換我們學校的GoGo 是不是客製化的 您可以從上面這邊 定式這裡 按一下 你看我們剛剛轉排 音樂是可以改變的 如果老師覺得不要那麼緊張 可以換比較輕鬆的音樂 然後呢 要不要允許重複 對不對 預設是不允許重複 慢慢轉 轉到的時間可以自己調整 好 最大的項目都可以調 那轉出來之後呢 欸 像我剛剛有沒有唸出名字 那你也可以選擇 就是拍拍手 也OK啊 像這樣也可以 像這樣子 那麼 顏色的部分 你還可以自己調 所以其實它是很有彈性的 你可以自己選 我要什麼樣的主題 甚至你自己挑顏色 都可以 好 那最後呢 在這邊 我畫一個 好 這樣子 圖片 有沒有發現 你可以自己上傳自己的 那麼當然 它也有什麼 預設的 你也可以選擇自己 裡面它預設的一些 基本的圖案 那這樣子呢 確認 有沒有 顏色就變了 那我們來 試看看 這樣沒有那麼緊張了吧 哈哈哈 對對對 只要在轉盤這邊 按一下就可以了 好 如果那個 Google小姐練錯 你就 哈哈哈 像這樣子 是不是就 就OK了 所以這個是它一個 滿不錯的 那另外呢 它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可以看到 這裡有那個儲存 跟開啟的功能 那也就是說 雖然 感覺起來 我們剛剛這個 你這樣使用 真的沒有很複雜 對不對 那麼如果你想要 怎麼樣 我把這個儲存下來 下次我就不用再來做一次啦 我如果真的要重複使用 我就叫出來再修改一下就好 所以您可以直接儲存 那它支援呢 就是我們的那個 Google 帳號 還有Twitter 所以您可以自行選擇 用Google 或Twitter 做登錄 那您看 我先用我的登錄給您看一下 那老師有沒有看到 我上面有放很多 這樣我就不用擔心說 我的題目 我要重新做一次 圖片還要重找一次 我只要丟上去就好了 就很單純 您隨時要就打開 那不要的就把它刪掉 等於您的題目就存在語端上 欸 這個是一個很棒的 那麼 最後做好了 這裡有一個分享 按下去 它有兩種 兩種方式 第一個呢 當然就是怎麼樣 只有 轉盤 我們剛剛這樣打開 您可以發現我右手邊是不是可以改 上面是不是也可以改 那這種方式當然就是 比較適合我們 老師用 同學看的時候 就 只要轉就好了 好 那如果您想要 跟別人分享的時候 他也可以利用你的內容 變成自己的 一份 那你就可以選第二個 我先用第一個給您 參考一下 您就會比較清楚 好 複製起來 來我們看一下 如果我這個 只有複製 讓他們可以看的 有沒有只有轉盤 他就沒有那些 可以調整的工具 他們就只能在 這樣的有限度的環境下使用 其實人數有限度嗎 欸沒有 他最多 您可以看到 在這邊 最多的話 轉盤 您可以自己選擇 要多少個 可是真的太多 那個就很小一個 可能效果反而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到比較建議就是說 您可能不要太多 這樣應該會比較OK一點 好 那就給您玩玩看喔 在簡報的第二頁 這樣子 有沒有 我們 即使同學在現場或遠距 是不是都可以 跟他有比較多的互動 因為 現在疫情的關係 像 之前過年 也有 公司就是用這個軟體 尾牙 先這樣舉辦的時候 就用這個來衝獎 增加一點 那個 不一樣的一個氣氛 就用這個來衝獎 就用這個來衝獎 就用這個來衝獎